I'm all I see 相信我 今天他一定跟你告白 把那个花抱着 这能行吗 当然了 就这种 末隆两可的朋友圈 他一定会着急的 把房间 出事了 怎么了 哥 这谁送的花 郑子言还是他朋友 怎么一大早出去 也不跟我说呀 哥 你一定要淡定啊 哥 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你开口先问就被动了 没反应 他没看到还是真的没反应 要不我直接爱他他 淡定 你这一爱他 傻子都看出来什么意思了 那你怎么被动了 喂 田医生 就他们说 现在 我いや 我看 我们知道 那我们ем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招 故意制造身体接触 自己对方告白 这个世界篇章很重要啊 你要在家好好的练习才行呢 陆寻 你帮我搭个词吧 你不是说只拍到练综结束吗 这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请不吝点赞同学 这么多真相对 我能学会 我能学会 那会有性质 我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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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学会 明白吗 我能学会 继续啊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做一棵树 五五三 那个 小玲姐 我对这个东西刚好很感兴趣 要不我帮你们 我突然想起来 今天公司临时有点急事 麻烦请路总送我一下呗 还 还需要我亲自送吗 当然了 非你不可 也不是不行 走 哥 记得我说的话啊 就是想让我送你吧 爸 早就已经把你看穿了 行了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我开车去了 我能好你自己的 一天净倒了 哎哎哎 等会儿 你就这么走了 我 SW小鄂亲自送你 你竟然就这么走了 怎么 学你哥当爸总呗 什么叫学呀 我本来就是爸总好吗 帅 有钱 三人新闻卡被停了 霸气 呦 哎 行行行行 哎呀 行了 瞅你那样子 臭屁自恋又胆小 算是给爸总拍了新人设 我 哎 哎 你怎么不念了 为什么 不说你的台词 哎 嗯 喂 喂 陆总 陆总 综艺那边和留言解约了 新的一轮团队今天晚上入终 好 我知道了 酒店有点事 你先自己练吧 是 喂 喂 爷爷 你少喝点酒 公司说 你暂时可以先休假了 我得陪飞飞姐先去拍戏了 你照顾好自己 别让我担心 我先走了 他回来了 六年前那个是吗 哎 你别再吃海面药了 对身体不好 我陪飞飞姐拍完戏就回来了 嗯 嗯 陆总 陆总是来落井下石的吗 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或者有没有任何其他线索 张萍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我的过去 我劝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如果有什么他的消息 直接来找我 等等 凌晨 他还好吗 我 我知道他是凌晨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不用你操心 你只需要知道 你不会再有机会接近他 你不见过 你不见到哪儿 他怎么会的 我会怎么办 你不见到哪儿 你不见到哪儿 他怎么在哪儿 我都不见到哪儿 凌晨 我些话 实在不知道怎么当面跟你说 战子言 小猫咪 是你生病了吗 你电话里说有只小猫生病了 是它吗 你看它是谁 是那天烧烤摊的小猫吧 你把它带过来了 你有没有绝育啊 不行 我得给你亲自操刀 好可爱呀 凌晨 你真的和陆寻定婚了 是的 这也是合约的一部分吧 是吧 那你和陆寻演完这场戏 你还是要做回凌晨的 来 我们先下去啊 你看那儿 什么呀 你的宠物医院啊 什么意思 你对我给你做回凌晨了 你还可以找到凌晨了 你怎么赶快 你还没裂子 你看这个好呢 我给你做回凌晨了 你现在活得很快 我觉得嗯 你还没裂子 我们做回凌晨了 是吧 可以啊 我没裂子 我没裂子 他只是在救助猫 很正着 郑子言不会有机会的 没戏 郑子言怎么可能 郑子言哪里好 不用理他 我不是说过吗 我在这儿开牙科诊所 你就在旁边开宠医院 我们一起制霸江北 你为我说是玩的 靠谱啊 等我琢磨琢磨 但是你这里的位置 肯定很贵吧 就我存的那些钱 肯定不够 林诚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其实 其实 一直有一个喜欢的人 一直有一个喜欢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